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我的丈夫沈渝为了得到母亲的同意 跪在她面前,苦苦哀求她把户口本交出来 好让我们顺利结婚 然而,她的母亲却固执地坚持 非要等我怀孕了才肯让我们领证 可等到我们真怀孕了 她又出难题,说必须怀个儿子才行 最后,我忍无可忍 直接将孩子的户口挂在我名下 还让他们随我姓 沈渝更加坚定 彻底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我和沈渝相爱了两年 感情深厚 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于是双方父母见面 准备去民政局领证 然而 当沈渝回老家许户口本时 却被母亲堵在门外 甚至不让进屋 她声称 只有我怀孕了 才会同意这门婚事 这一变故 让我们完全措手不及 明明前几天通话时 她还答应得好好的 今天却突然反悔 仔细一问才得知 原来是因为他们听说村书记的儿子也在深圳打拼 已经娶妻三年 然而夫妻俩却不打算生育 只顾自己享受生活 这让她的母亲对年轻人结婚不生孩子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觉得我们也会不他们的后尘 事实上 我们早有生育计划 领证之后就会开始备孕 为此沈渝戒烟戒酒 我也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就是为了给未来的孩子一个健康的环境 她母亲的突然反悔 不仅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更让沈渝不得不按捺我的愤怒 握着我的手 安慰我说会尽量解决问题 可她母亲却在众邻居面前不断唠叨 说如今很多年轻女性因为流产过多导致不孕 还说村里某家娶了个不孕不育的媳妇 如今正在闹离婚 她甚至劝沈渝听她的劝告 这样日后家里才会幸福 我再也无法忍受她的轻视 想要发作时 沈渝却扑通一声跪下 恳求她母亲成全我们 承诺会在结婚后尽快生孩子 她这一跪让我的心酸酸的 这个傻瓜 明明可以去派出所开证明 却偏要选择卑微地求母亲宽心 希望通过示弱来获得她的支持 然而 她母亲依然毫不松口 坚决要我们在结婚前怀孕才行 我终于忍不住回击说 阿姨 按照传统 结婚要先过礼 不能未婚先孕 这么做 我该怎么面对旁人 她母亲却讥笑我 说什么年代了 还讲究这些老规矩 沈渝的堂哥家媳妇也是大着肚子过门的 在他们村子里 没货进门才让人丢脸呢 就在这时 邻居们也开始劝沈渝的母亲放宽心 不要过分为难我们 可是她母亲不耐烦地回应 说现在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 压力大 不愿意生孩子 她才不得不谨慎 我无奈地看着沈渝的母亲 心里暗暗叹气 她对现代婚姻观念既懂又不懂 一边知道 大城市不愿意生娃的年轻人很多 一边却固执地 要我为沈家传宗接代 沈渝还在苦苦哀求她的母亲 声称我们一直在为生育准备 领证之后一定会生孩子 她母亲却死活不肯松口 似乎今天就算沈渝割头皮 也不可能说服她 我冷冷地看着沈渝 说 我们可能真的没有缘分 你还是在老家 找个愿意先怀孕的姑娘吧 我转身走向车子 沈渝急忙追上来 苦苦挽留 我直接质问她 你的母亲把我们堵在门外不顾情面 还能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难道你想让我先怀孕再结婚 我打开车门 发动车子 坚定地告诉她 给你五秒钟 要么跟我走 要么留下 见我态度决绝 她终于坐上了副驾驶座 而她母亲气急败坏地冲出门来拍打车窗 怒骂她白眼狼 为了媳妇不顾母亲 车子开远后 我在镇上停下来买水 看着沈渝一脸无言的闭眼已在座椅上 我知道她内心挣扎 但也明白我绝不能因为她的为难 就放弃自己的底线 她母亲无理取闹 而她作为中间人 更应该保持清醒 我把水递给她 淡淡地劝道 趁现在还来得及 你不如放手吧 以你的条件 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愿意为你生孩子 奉子成婚的女人 沈渝立刻睁开眼瞪着我 气愤地说 我又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才结婚 她的话让我不禁微微一笑 内心隐约有些安慰 这说明 她还没被她母亲那些白眼狼的话彻底左右 如果她真劝我妥协 那她也就不是我看重的人了 沈渝明白 我不可能在没领证的情况下怀孕 因为这是我尊严的底线 我心里也不禁感到疑惑 她母亲居然能养出她这样的儿子 于是忍不住问她 她有些疲惫的苦笑 教育确实能改变命运呢 就算是穷山恶水 也能养出一只凤凰 我忍不住笑出声 但心里还是为她有些不平 这不就是典型的凤凰男吗 她还不清楚 这词已经成了贬义 沈渝伸手轻轻摸了我的头发 说道 我们赶紧去派出所吧 快下班了 到派出所后 她出示了身份证 顺利开了户口证明 然后我们直奔民政局 顺利领了证 她很开心 还主动拉我一起合影 准备发到朋友圈 特意把家里的亲戚朋友 全部屏蔽了 我顿时觉得有些失望 瞥了她一眼 她见我表情僵硬 低声解释 就当是善意的谎言吧 不想彻底伤了她们的心 我叹了口气 心想 终究是父母 我们谁不是父母生养的呢 于是微笑对她说 行吧 暂时就先瞒着他们 我安慰她道 等我怀孕了 我们可以回老家办个小酒席 算是给他们一个交代 沈渝这才放下心来 抱着我 感激地说了好几声 谢谢老婆 然而 我却没想到自己的善意和沈渝的孝心 竟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她父母践踏 他们接下来的行为真是令人作呕 毫无底线 两个月后 我终于怀孕了 沈渝激动地打电话给她母亲报喜 不料婆婆却带着满满的优越感 在电话那头夸耀 你给咱家长脸了 家里再有钱也没用 生孩子才是真本事 沈渝原本不想听她继续夸夸其谈 但婆婆声音太大 我在机密外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走过去夺过手机 沈渝生怕我会对她发火 但我冷静地打开免提 淡淡地对婆婆说 阿姨 我已经按您说的怀孕了 那我们的婚礼什么时候能办呢 婆婆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事不急 什么领证的事她根本没提 还说等他们找个黄道吉日再考虑其他 我便搬出我父母 说他们担心我肚子大了不方便 得赶紧准备好彩礼 来深圳和我们这边的亲戚一起吃个饭 婆婆推托道 我们还在攒钱呢 你家做珠宝生意 肯定看不上我们这点小钱 话里的钱台词无非是嫌我们有钱 觉得我家活该贴补大头 我继续好言好语 没钱也没关系 但至少准备个十万零一的彩礼 跟亲戚借借也行 到时日子定了我在私下补贴审渝 婆婆竟嘲讽道 非要搞这些行事主义吗 我平静地答道 我已经按您的要求怀孕了 给我爸妈留点面子 不过分吧 婆婆还是不肯松口 还阴阳怪气地说等 我们结婚半久不着急 我早料到她会仗着我怀孕为难我 只不过现在我们已经领了证 她根本威胁不到我 我这么做 只是要让沈渝看清楚 明白现实 早点断掉对家庭的幻想 沈渝脸色很难看 拿过手机 愤愤地对母亲说 彩礼我自己会准备 你们不用费心了 你们也不用来深圳 我们自己挑日子请假回去办酒席 挂了电话 她转过头来安慰我 他们待在村里 眼界窄 整天和别人攀比较劲 生怕吃亏 别因为他们生气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 沈渝的父亲立刻又打来电话 追问她彩礼的钱是哪来的 沈渝淡淡地回答 你们不用管 可她母亲立刻抢过电话质问 你不是说没什么积蓄吗 上次要全款给你弟弟买车时 你说手头紧 现在娶媳妇倒有钱了 这话彻底激怒了沈渝 积压的情绪瞬间爆发 我给你们十万还嫌少 我们同样是你们的孩子 为何我赚的钱就要养一大家子 而她却什么也不用做 她母亲在电话那头怒吼 你是哥哥 帮扶弟弟理所当然 年底她要买房 你的存款必须留下做她的首付 彩礼前一分 也不许动 沈渝终于忍无可忍 眼眶因为气愤而微微泛红 沈渝断然表示 不会为弟弟的房子出首付款 结果 她母亲在电话里立刻开始哭闹 斥责我挑拨离间 说我家条件这么好 竟然还惦记他们家这点家当 真是不要脸 沈渝实在不愿意再争论 直接挂断电话 把父母拉黑了 我轻轻拉住她的衣袖 叹了口气 你别怪我提到彩礼那十万块 我只是想让你把之前买车的钱要回来 至于我们家对彩礼的期待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我爸妈也不会因为数额而生气 沈渝握紧我的手 认真的说 不重视并不代表我能敷衍你 月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安排妥当的 在定亲前一天 我爸妈询问我礼数是否都准备齐全了 我自信地笑道 沈渝要给十八点八八万元的彩礼 还特意挑了一套卡蒂亚首饰 怕我觉得三斤俗气 然而 我爸妈一听 竟然责备了我一番 说沈渝拿出这么多钱 肯定有压力 劝我让彩礼降到一点八八万 把卡蒂亚首饰也退掉 沈渝听了后眼眶微微泛红 似乎是在对比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他郑重承诺 一定会照顾好我和孩子 为我们的未来遮风挡雨 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眼看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 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定亲那天 沈渝的父母竟然毫无预兆地闯到了我家门口 一进门 他母亲看到我佩戴着三金首饰 手里还提着一个装彩礼的红袋子 眼中几乎冒火 指着沈渝骂道 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 这么大的事说不叫我们就不叫我们 你眼里还有爹妈吗 沈渝担心亲戚们看笑话 连忙拉着他们说 有事一会再说 他父亲愤愤地甩开他的手 说道现在想商量了 你拉黑我们时怎么没想到 定亲这么重要的事都瞒着我们 是嫌我们农村人没钱 怕拦了你的上门女婿路子吧 沈渝气得脸色铁青 正要开口 他母亲却又哭诉起来 你爸为了给你攒彩礼费多少心血 结果你拿到钱就拉黑我们 真是造孽啊 当儿子的贤贫爱父 连亲生父母都不认了 我和沈渝都愣住了 没想到他为了彩礼 竟然颠倒黑白 编出如此荒谬的话 亲戚们也被搞得一头雾水 毕竟在我们这边 彩礼不过是一点八八万而已 如果连这点钱都拿不出 那家底也太薄了 我轻轻晃了晃手里的红袋子 冷笑道 阿姨 这真的是沈渝压榨你们的血汗钱吗 他连连点头 我顺势说道 那我还给你们吧 村里赚钱不易 拿回去吧 他妈不加思索地把袋子夺过去 迫不及待地打开 然而见到只有两打钱时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 结结巴巴地问 怎么只有两万 我微笑纠正 阿姨 是一万八千八 沈渝母亲愣了片刻 难难道 不是说好十万吗 一边说着 一边抓住沈渝的手质问 钱呢 沈渝皱眉 明显为难 不想多解释 他母亲健壮 顾不得有亲戚在场 气急败坏地拧他的胳膊 边打边骂 还没娶媳妇呢 就跟爹妈藏钱 你们一领证 我看 你就不顾我们死活了吧 我们供你读大学 花了那么多钱 现在要你帮衬你弟弟一点 你还拉黑我们 真是连畜生都不如 沈渝默默承受着 虽然五官因疼痛而扭曲 但他依旧忍耐着 我看得心头活起 准备撸袖子上前将他母亲拉开 但我妈知道 我怀孕 抢先一步冲了上去 没想到他母亲倒地撒泼 哭得T四横流 喊着委屈 沈渝的父亲 还真信了他的说辞 愤愤地指责我家人 合伙瞧不起他们农村人 说沈渝变了 变得像城里人一样 精明冷血 沈渝捏紧拳头 青筋抱起 最终崩溃地咆哮 彩礼我给 你们别再闹了行吗 他母亲听到这话 立刻止住了哭闹 我一阵反胃作呕 我妈以为我是运土 实际上我是被沈渝他妈的行径恶心到了 我知道 沈渝并不想继续当伏地魔 但他的父母偏偏赖着不走 从乡下跑到我家来闹事 他又怎能轻易脱身 沈渝的弟弟只有初中学历 之前沈渝安排他到深圳打工 但他嫌工作太累 后来他母亲还埋怨沈渝没给他弟弟安排轻松的岗位 于是沈渝让弟弟从实习生做起 他却嫌工资太低 最后沈渝无奈只好让他回老家 还给了他三万块创业开店 可如今沈渝的付出在他父母眼中不过是理所当然 而他仅想成家立业 就成了白眼狼 谁能料到 沈渝给弟弟投资开店 本想是条出路 结果却成了拖累 他弟弟懒散惯了 店面虽租下了 货也进了 但常常睡懒觉 生意清淡 店面时常不开门 几个月后 生意坐不住了 他弟却还不死心 磨着母亲要求沈渝再出钱买辆车 好去县城跑滴滴 沈渝母亲一番软磨硬跑 沈渝无奈之下 掏了十万 让弟弟买辆代步车 谁知弟弟挑中了一辆十五万的CV 沈渝不愿意再掏多余的钱 这却让父母觉得他冷血无情 竟成了他们眼中的白眼狼 不久之后 八成是他弟又提买房的事 沈渝父母显然又打起了 在大儿子身上借力的主意 沈渝与他弟相比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他工作六年 存下了接近百万 这在深圳算不上什么大数目 但他一心想在这里扎根安家 可他父母完全不理解 认为深圳只是个打工的地方 而农村的家才是真正的根 他们的逻辑是 既然是自家人 当然要让沈渝帮扶弟弟 只是我这个外人的出现让他们感觉到了威胁 我家在深圳有房产 家庭条件优渥 若沈渝跟我结婚 显然就不会回老家了 深圳的生活压力这么大 他寄回家的钱必然会减少 于是 他们故意不交出户口本 非要等我怀孕 才肯办婚礼 等真怀孕了 又开始拖延彩礼 推迟婚礼事宜 看到沈渝将他们拉黑 他们居然苟急跳墙 直接上门闹事 逼得沈渝不得不拿钱出来满足他们 他们显然算准了 即便沈渝被逼得淡尽粮绝 我多半也会出手帮他 算盘打得倒是惊 但他们不知道 从第一次被堵在门外开始 我就看透了他们的用意 当沈渝答应给弟弟支付首付时 我把他拉进房间 故意露出不悦的神情质问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现在是共同财产 你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就答应出这笔钱 你到底有没有尊重我的想法 沈渝愧疚地帮我揉肩膀道歉 但我毫不松口 继续质问他 你们家人说让我先怀孕 我照做了 你说要隐婚 我也配合 到现在朋友圈还没官宣 彩礼我爸妈更是象征性地收了个吉利数 从未多提要求 沈渝 我处处在让步 我爸妈也在让步 但你不能因为我们宽容 就事事顺从你父母的无理要求 我接着冷冷道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现在你跟我和孩子才是一个家 生活才刚开始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用钱 难道你打算靠我爸妈来养家吗 沈渝正住了 急忙摇头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继续说 如果你真是这样打算 那早说清楚 我爸妈倒是正好想让你当上门女婿呢 沈渝苦笑着反驳 我可不是吃软饭的 我冷静追问 那你倒是告诉我 出了首付以后呢 如果你弟弟还不起房贷 或者需要补全款 你会帮还是不帮 别急着回答 我还假设 如果他们像今天一样 闹到你公司门口 把你打得一点面子不剩 你是不是还会妥协 沈渝神情一片灰暗 几乎陷入绝望的沉思 我叹息道 你要相信我 他们这次要首付 绝不是最后一次 你每妥协一次 他们只会得寸进尺 直到把你榨干为止 到那时 你难道真指望我拿出家里的钱 去贴补他们 到最后 我们将不再平等 你心里的愧疚会贯穿一生 难道你真愿意如此下去 沈渝陷入深深的沉默 我意识到 这些道理 虽能让他动摇 但要真正让他下决心 必须再加一剂猛药 趁着他愧疚 我成功将家庭财政大权掌握在手 我对沈渝提出 为了防止他再次因心软而被压榨 今后大额支出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银行卡也改成我的手机号绑定 超过两万的转账 需要验证码 他同意了 但为了让他明白我并非一味控制 便允许他继续独立管理他的股票和基金账户 之后 我建议他可以借口财政大权在妻子手中 当亲戚朋友找他借钱时 他可以把我推出去当恶人 以此推托 沈渝觉得这是个合理的安排 于是配合地把银行卡的手机号改成了我的 做完这些之后我们才走出房间准备应付他父母的纠缠 此时我爸妈正好送亲戚出去 我便给他们发了条信息 让他们稍晚些回来 我跟沈渝商量 决定要与他父母谈个清楚 我妈在电话那头愤愤不平地说 干脆别结了 孩子我们自个儿养 这种家庭不配 我爸在幸福一家人群里也忍不住吐槽 要不是有亲戚在场 他早就让沈渝父母滚出去了 我安抚了几句后 无奈地苦笑着看向沈渝 心里明白他也是受害者 于是我鼓励他要彻底解决家庭问题 因为我真的不希望将来孩子出生 还要面对这些鸡飞狗跳的场面 沈渝忍无可忍 准备了一份协议 明确规定弟弟的房款首付他会出 但父母不能再问他要钱 然而 他爸妈不仅不签 反而怒骂他一顿 我心中冷笑 早知对付这种人协议 只会是废纸一张 与他们讲文明 根本没有用 于是我毫不客气地说 不签也行 那我们就不回老家半久了 两人神色一变 眼神里透着脑恨 似乎恨不得将我撕碎 我冷冷地笑道 不回老家半久 你们就收不到礼金了 他们对钱看得比命重 掏自己的钱简直就是割肉 果不其然 他爸顿时怒不可遏 咆哮道 我们家五年没办过大事 这婚礼必须在老家办 我笑道 我们已经答应了帮弟弟出首付 回去半久的礼金也全都给你们 这样还不够吗 我们以后也要过日子 孩子出生要用钱 你们总不能让沈渝 永远给你们养家吧 这话让沈渝的妈勃然大怒 奸声道 什么叫你们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还没领证 沈渝没分家 自然有义务养家 我顿时明白 他们之所以一拖再拖 不让我们领证 根本是为了以没分家为由 把沈渝当成家里的摇钱树 我怒急 看向沈渝冷声道 你妈说的没分家 你准备怎么办 沈渝脸色铁青 狠声说 那就加上分家条款 奶奶的老宅留给我 其他地和房子都留给弟弟 以后各过各的 他父母又开始破口大骂 说他忘恩负义 娶了媳妇忘了娘 沈渝再也忍不住 愤怒地喊道 忘了娘的是你们 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学费之外的生活费 全是奶奶出的 奶奶临终时 你们还惦记她的存款 以为我不知道吗 沈渝父母听了 哑口无言 我虽早知沈渝与奶奶感情深厚 但没想到她父母连生活费都不管 这养育之恩 简直是离谱到家 而沈渝竟忍受了这么多年 若不是亲耳听见 真不敢相信 这世上会有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 见沈渝遭受父母的压迫 我真想让她当场与他们断绝关系 但我知道 如果此刻我出面 只会让矛盾集中在我身上 只有让沈渝自己痛下决心 彻底切割这个原生家庭 才有长久之计 我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会帮她坚定这个想法 最终 沈渝怒吼道 再逼我 我死了算了 这话让她父母下的脸色发白 才不情不愿地签下了协议 婚礼回到老家半久那天 我和沈渝成了工具人 只是在亲戚面前走个过场 她父母在乡邻面前风光无限 不断有人恭维沈渝的妈有福气 夸她大儿子 娶个城里媳妇 而媳妇还怀着孩子 简直双喜临门 她妈则得意地炫耀 表示自己两个儿子都有依靠 只盼着我肚里这个也是个大胖小子 那重男轻女的思想让人听了极为不舒服 我们去各桌敬酒时 沈渝的亲戚朋友纷纷住院早生贵子 我故意摸着肚子微笑说 其实我挺喜欢女儿的呢 医生朋友说我这胎多半是女孩 她妈一听 脸色立刻僵住了 等到大家开席吃饭时 她拉着沈渝问我怀的是否真是女儿 沈渝冷冷回答 无论男孩女孩 都是我的孩子 什么年代了 还在意传宗接代 她爸脸色铁青 怒道 必须生男孩 没有儿子 以后谁来祭祖上香 我就等着这句话 立刻走过去冷冷说 这胎就是女孩 难道你们真要让我打掉 她妈急忙道 那就生二胎 二胎是男孩也行 我冷笑着说 要是二胎还是女孩呢 国家鼓励三胎 那要是三胎也是女孩呢 那肯定是你们家基因问题了 我瞟了沈渝一眼 继续说 孩子的性别可是由男方的基因决定的 你妈还说是我不争气 沈渝急忙让她母亲别胡说 劝她道 女儿也好 儿子也罢 生一个就够了 她妈却冷冷威胁道 那干脆别领证 让孩子成个黑户吧 沈渝愣了愣 什么意思 我咬着牙解释 没有结婚证 就没法办准生证 没有准生证 孩子的出生证明和户口也难办 他们分明是拿这事威胁我 沈渝的母亲得意地抬着下巴 脸上满是自以为得逞的表情 我忍无可忍 抬手将桌上的瓜果和碗碟全部掀翻在地 发出一声巨响 屋里的动静很快引来不少人围在门口 我看着大家都凑过来 便提高声音 瞪着沈渝愤怒道 你爸妈要你拿几十万 我都同意了 他们非要逼我回老家办婚礼 我也忍了 可现在竟然因为我怀了女孩 就用户口本威胁我 真是忍无可忍 话音刚落 我爸妈听见动静挤过来 关切地问出了什么事 我婆婆急忙打圆场 白手说 没事没事 想把我堵住 不让我说出家里的丑事 但我怎么会放过这机会 声音更高了几分 把这所有委屈都道了出来 旁人听着也是议论纷纷 沈渝神色难堪 低声劝我 说我们已经领了证 不必再计较他们的威胁 我冷冷甩开她的手 质问道 要是我们没领证呢 你是不是眼看着你爸妈 拿我当生育工具 任由他们摆布 沈渝沉默了 他其实很清楚 他父母的为人 却总让我大度 劝我别计较 但我的心头 满是屈辱和愤怒 被他们一家人 折腾得这么苦 我早已心力交瘁 我眼眶泛红 忍不住眼面乌液 故意捂着肚子 装作不舒服的样子 沈渝见我这样 立刻慌了 怕我伤了胎气 我爸一脚 将他踢开 怒吼道 好啊 既然都这么欺负我女儿 你还跟他过什么日子 我心头暗暗好笑 想劝我爸下脚轻点 可他已经入戏极深 撸起袖子 大骂沈渝的父母 骂他们不知好歹 得寸进尺 还恶毒道逼儿媳女婿分崩离析 后完 他顿了顿 看向沈渝 眼眶竟然泛红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指望他找个有担当 懂事的男人 过好日子 你是农村出身也无妨 我也是这样奋斗出来的 从没瞧不起你 但沈渝 你爸妈这样折磨他 你却只是叫他忍 我能放心把他交给你吗 听到这里 我内心既愧疚又悔恨 爸妈百般迁就我 为了我这场婚姻 甚至放下身段陪我演这出戏 却要眼睁睁看着我受委屈 我突然觉得 沈渝和他家里的事 或许本就该由他来彻底处理 而不是一直让我来承受这份敌意 想到这里 我慢慢收住了泪水 恢复镇定 看向沈渝冷冷说道 你爸妈把我当生育工具 公开讨论我肚子里孩子的性别 这究竟是把我当人 还是当畜生 我决绝地看着他 沈渝 我看我们赶紧离婚 女儿跟我姓 我来养 至于你 回老家找个姑娘 好好给你爸妈生个大胖孙子 沈渝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一丝惊慌闪过眼中 我不等他开口 静止起身做事要离开 我对爸妈说 咱们走吧 这婚真是没必要结了 沈渝急忙想拉住我 正要开口时 他母亲冲上来 揪着他愤怒质问 你们还要离婚 你们什么时候偷偷领了证 沈渝 你竟背着我们偷偷结婚 沈渝的耐心已到极限 推开他怒道 妈 你们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我好好的婚事 被你们闹得乌烟瘴气 你们还满意吗 他妈文言做事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哭喊道 老天爷呀 这孩子真是没良心啊 这时 沈渝的弟弟沈武突然冲上来 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嘴里骂道 扫把星 你进门就让家里乱成这样 我一个踉呛 差点摔倒 索性身后一双手稳稳扶住了我 下一秒 我就见沈渝像失控的野兽一样冲向沈武 拳头如雨点般砸向地底 沈渝父母在一旁大喊着想要拉开 却怎么也拉不动 沈渝已完全失去了平时的温和模样 像极了彻底爆发的猛兽 他这么多年辛苦打拼 背负着父母的贪婪和偏心 如今终于彻底爆发 最后 几位亲戚合力 才将两人分开 两兄弟都鼻青脸肿 挂了彩 他妈一边安慰沈武 一边恶毒地瞪着我 口中骂骂咧咧 说我进门客的他们家不安宁 沈渝冷冷盯着他 声音低沉而冰冷 你再多说一句 我真会打死你 沈渝父母被吓到了 没想到一向温和的长子竟露出如此凶狠的一面 连他一向强势的母亲都善善地劝他 别跟弟弟计较 沈渝冷哼一声 我什么都不计较 才让你们得寸进尺 随后 他直接宣布 房子的首付我可以付 但钱只能打到开发商的账户 房产证上写我和鱼儿的名字 沈渝一听气得跳脚 写你们的名字 那还是我的房子吗 沈渝冷冷地回应 你有居住权 我会和你签协议 沈渝咬牙切齿道 你意思是让我一辈子住在你们名下的房子里 沈渝沉默未答 他父母着急地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渝冷冷扫了他们一眼 毫不留情地说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让步 你们再逼我 我一分钱都不会再出 婆婆立刻使出老招数 嚎啕大哭 想博取同情 但沈渝这次无动于衷 他收起冷力的眼神 转向我时 却恢复了往日的温和 低声说道 走吧 咱们回深圳 开始属于我们的小日子 我爸看出沈渝的决心 有些犹豫想反对 但我妈拉了他一把 小声说该让我自己决定 我也被沈渝的坚定打动了 轻轻点了点头 回到深圳后 沈渝立刻换了手机号 卖掉了他多年前 在郊区买的小户型房子 用那笔钱 换了一套更宽敞的二手房 作为我们三口之家的落脚地 我爸看到他把婚前财产 也转化成夫妻共同财产 心里对他的怨气 也渐渐消散了不少 这段时间 我们过得宁静祥和 怀孕中期后 医生特别嘱咐沈渝 让我千万不能干重活 因为怀的是双胞胎 比单胎的风险更大 辛苦也更重 沈渝听后愣住了 双胞胎 没搞错吧 医生无奈地瞥了他一眼 你就这么不关心自己老婆 早期NT检查不是已经清楚了吗 沈渝既惊讶又疑惑 让我拿出资料给他看 我心里有点慌张 不知该不该告诉他 其实我怀的是龙凤胎 毕竟在婚礼上我曾说过自己怀的是女儿 现在看到沈渝认真查看单胎照时 我不禁心虚 然而沈渝很快笑开了怀 高兴地说 我们有两位小公主 真是走了大运 我本来想说出真相 但见她如此激动的样子 也有些动摇 况且 胎儿性别本就没有百分之百准确 加上朋友提醒过我采钞也有误差 我便装作不知道 陪着她去买代产包 她为两个孩子挑的衣物 全是粉色双份 到了生产那天 助产师告诉沈渝 我生了一儿一女 沈渝听了愣住 表情瞬间呆滞 还反复确认是否搞错了 助产师一脸严肃地回应 先生 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们预定的是VIP房 孩子还没报出去呢 沈渝确定了事实 转过头来看我 我因疲惫 只勉强睁开眼 用嘴形轻轻道了歉 心里满是愧疚 为之前隐瞒了真相 利用她父母的重男轻女 挑起矛盾 而感到不安 没想到 沈渝反而俯身摸了摸我的头 柔声说 老婆 辛苦你了 她眼中微微泛着泪光 也不知是心疼我生产的辛苦 还是理解我多番曲折用心的良苦 之后 为孩子办理出生证明时 我们面临起名难题 先前商量的全是女儿名字 一个叫心悦 一个叫心怡 这下沈渝提议 儿子就叫黎新月 寓意新的开始 新的希望 我愣了愣 再次问她 孩子跟我姓黎 你真的想好了 沈渝苦笑着说 有时我宁愿自己不姓沈 出院后 我回了娘家休养 家里别墅宽敞 加上有爸妈和月嫂帮忙 我和沈渝轻松了许多 恢复也快 出了月子后 一次我在抖音上 刷到烧烤视频 馋得口水直流 忍不住央求 沈渝带我去大排档吃夜宵 我们迟到一半时 我妈突然打电话过来说 心仪不见了 我脑中轰然一响 整个人瞬间呆住 沈渝也大惊失色 但还算冷静 立刻问我妈有没有报警 掉了监控没有 我妈又急又哭 语无伦次 沈渝只能安慰她 让我们赶紧去辖区派出所寻求帮助 匆匆赶到派出所时 我爸妈和月嫂已经在那里了 月嫂推着双胞胎婴儿车 我飞快地冲过去查看 车里却只有儿子心悦 那一瞬间 我几乎崩溃 如果不是 我硬要出来吃夜宵 是不是多两个人看着孩子 女儿就不会丢 懊悔至极的我抬手狠狠甩了自己两巴掌 沈渝一把抱住我 轻拍着我的被低声安慰 镇定点 越早行动 越有希望找到孩子 别慌 警方立即展开侦查 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最近频繁出现在别墅区附近 根据监控 他们今天一路跟在我妈和月嫂带孩子散步的后面 很快 沈渝认出了那两人 竟是她的父母 很快 警方沿着线索找到了公婆和孩子 接到消息后 在他们被带回警局的路上 值班警员问我是否考虑调解 我压抑着怒火 坚定表示 不管他们是谁 拐走孩子就是犯罪 和人贩子没什么两样 必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警员稍显犹豫地看向沈渝 毕竟是您父母 要不您再和太太商量一下 沈渝面色冷峻 沉默片刻后摆摆手 按我妻子说的办 就当给他们一个教训 旁边几位围观的人闻言 露出些许诧异的神情 觉得沈渝居然要将亲生父母送进牢狱 未免有些离谱 但他们哪里知道 我们已经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警察将公婆带进警局的那一刻 我听到女儿的哭声 立刻冲上去将她抱紧 看着心仪衣衫不整 尿不湿被扯破 显然是被粗暴对待过 我愤怒地质问 你们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沈渝和我爸妈也惊得赶来查看 却发现女儿的屁股上赫然有一个红色巴掌印 沈渝怒火中烧 质问道 你们竟然打了她 沈渝的父亲看到这阵势 立刻退到她母亲身后 沈渝母亲则不屑地回道 打了又怎样 不过是个女娃 生下来就是个累赘 看着就来气 话一出口 所有人顿时明白了原因 原来他们当初本想抱走的是男孩心悦 却误报了心仪 发现抱错后 居然气地打了她 我气愤地发抖 将孩子交给我妈后 冷冷地走上前 狠狠一巴掌 甩在婆婆脸上 她踉枪后退几步 脸上满是震惊 而我冷冷到 打我女儿的 这下还给你了 婆婆怒急 扬手想抓我的脸 却被沈渝拦住 冷冷将她推到一边 立声道 你们够了 闹够了没有 婆婆难以置信地瞪着沈渝 呆愣了片刻 才意识到 儿子已经彻底站在了她的对立面 竟破口大哭起来 我动手了 抓我去坐牢吧 看你们儿媳妇多狠心 亲妈都敢送进监狱 我冷冷回应 该被抓的是你们 随即我郑重告诉警方 申请立案追究公婆的法律责任 警员解释说 一旦立案 不能随意撤案 而且涉嫌拐卖儿童 量刑不轻 这一番话终于让沈渝的父亲惊慌失措 慌忙辩解道 我们只是带走孙女培养感情 不算拐卖啊 我冷笑一声 培养感情 你们动手打她时 有没有想到她是你们的孙女 我毫不留情地戳破真相 你们不是威胁过要让我女儿成黑户吗 甚于父亲之无道 没有的是 孩子一直是我认的 是你婆婆的主意 她让我抱走的 巴掌也是她打的 婆婆听了顿时瞪大眼睛 抖着手指控诉道 分明是你怕沈渝不给你养老 才说带孩子回乡下 这样她就会掏钱 沈渝眼神一瞬间暗淡下来 仿佛失去了所有光彩 低声自嘲道 我还以为 你们至少对我有一点亲情 你们若是说想看看孙女 我都可以理解 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幸好你们只是生了我 没养我 不然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沈渝父亲脸上略过一丝歉疚 试图安抚道 沈渝 你也知道 你弟没出息 我们没什么依靠 也只有你能帮我们 我们帮你带一个孩子 你们平时上班忙 应该高兴才对呀 我妈忍无可忍 冷笑道 我们家难道没人了 不管几个孙女都能带 不用你们插手 我爸冷笑补充道 再说了 孩子姓李 这辈子就不劳您惦记了吧 沈渝的父母满脸震惊 姓李 我爸淡淡笑笑不答 所有答案不言而喻 婆婆瞬间暴跳如雷 指着沈渝破口大骂 娶了媳妇就把爹妈忘干净了 连孩子姓都改了 沈渝满脸疲惫 望向我眼神里满是哀求 低声对我说 鱼儿 带我回家吧 她的声音 仿佛是在求救 又像是在向父母告别 最终 警方经过调查 认为沈渝父母 未经监护人同意 擅自带走孩子 涉嫌拐带儿童 但因未遂且情节较轻 法院判处他们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虽说一年半刑期并不算长 但对于年过花甲的公婆来说 这无疑是天大的惩罚 沈渝也趁此机会 彻底删掉了他弟弟沈武的微信 他告诉我 在我生孩子那天 他曾发了朋友圈 沈武还点了赞 当时沈渝还抱有一丝希望 觉得至少家人是祝福他的 所以当沈武主动来道歉 并提及婚礼上的冲突 沈渝也动了恻隐之心 聊了几句近况 谁知正是这场对话 给了他父母去深圳抱走孩子的契机 经历了这一切 我们的生活总算恢复了平静 沈渝也彻底下定决心与原生家庭划清界限 沈渝感慨地对我说 要不是你给了我勇气和支持 我可能永远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坦言 很多女生遇到凤凰男 早就避而远之 但我始终坚定地陪在他身边 让他看到了重生的希望 他说 从此以后 他的勇气将只用来守护我们的家庭 当然 我心里也有自己的执念 孩子必须跟我姓 我从未想过自己亲生的孩子会惯以旁人的姓事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牧春的夜雨 稀稀利利 有节奏地拍打在落地窗 卧室里 江玉成眼底玉色涌动 额头的汗水一颤一颤落在我的脸上 最后关头 我用力咬住背脚 却被他一把抽走 俯身堵住我的屋叶 禀风过后 江玉成照就闻我的侧脸 起身走向浴室 我摊在床上 抬眼望着他肌肉紧实的背影 默默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过去 这幅身体还是一如既往地令我沉迷 只可惜欢愉之后 心却是冷的 在想什么 鼻尖传来沐浴露的香味 我抿唇起身 不去看他探究的目光 没事 我去洗澡 手腕传来一圈炙热的温度 紧接着我被顺势带入一个赤裸的胸膛 温热的呼吸吞吐在耳边 我将在原地 没有回头 良久 江玉成低低开口 乖一点 我轻笑点头 挣脱开他的怀抱 明天带你去买项链之前看中的那条蓝钻好不好 花洒的水墓从头顶灵下 我闭着眼 假装听不见他讨好的问话 这些年 江玉成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昔日不着调的富家公子 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本 围在身边的女人来了又去 她从未正眼瞧过一眼众人接线 叱咤商场的江总 爱惨了我好像偶像剧照尽现实 可我又算什么呢 女朋友还是床扮 相伴五年 江玉成从未许诺给我一个未来 直到今天 我无意中在她手机里看到一张运检报告 救诊者叫许新仪 我听圈子里的人提起过她高二出国 是江玉成少年时期的白月光 第二天 江玉成真的带我去了珠宝店 六百万的蓝钻项链 她眼都不眨地付了款 导购经理笑容满面 亲自帮我把项链包好 女士 宁先生 对您可真大方 我笑笑刚想开口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惊喜的女声 郁成 真的是你 江玉成文言猛地一将 下意识松开 与我食指紧握的手 我转过身 一位年轻美艳的女人喜滋滋地走过来 亲密地拍了拍江玉成的胸口 怎么看呆了 几乎瞬间我就猜出她是谁 果然 江玉成用拳底唇倾咳一声 对她点了点头 心仪 好久不见 可不是吗 还真是巧 你可是我回国遇见的第一个熟人 怎么样 中午一起吃饭 江玉成目光落在她的小腹 定了定 转身揽过我的腰 不聊 我和安安 还有事 许欣怡面色僵了一僵 仿佛才看到我的存在 甘笑道 瞧我没眼色了 不是老同学再重要 也比不过金丝雀吗 哈哈 说到金丝雀三个字 她故意放缓语速 别有意味地看了我一眼 OK 那改日再约 说完 她摇曳生姿地挥挥手 转身时忽然一个猎切牙的一声 眼看就要摔倒 下一秒 江玉成长腿一脉 一手托住她的后腰 另一只手小心避开她平坦的小腹 吁吁将她圈在怀里 多大的人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 口中责备和语气和动作 分明透着一股浓浓的紧张 知道了 这不是由你保护我吗 不知有意无意 许欣仪搂着她的脖子 起身时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嘴角得意地上扬 我站在原地 掌心冰凉 从珠宝殿出来 路上突然下起大雨 我望着窗外 恍惚想起六年前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午后 那时我大四刚开学 原本定好的家教课程临时改了时间 闺蜜小小的之后飞拉着我去逛街 你好歹也是英文系票选出来的 计划 别老是那三五件T恤牛仔裤换来换去 走 姐姐带你去消费 记得化妆啊 小小是个富二代 直到我拮据 总是变着花样的 想要送我礼物 都被我婉拒了 这次实在拗不过她 只好答应下来 我不擅长化妆 也没什么像样的化妆品 就只简单涂了个口红 出了地铁站 我边走向商场大门 边低头给小发微信 冷布丁一头撞上一个人的胸口 鼻端传来一阵好闻的松木香 我抬起头 呼吸忽然一致 那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 带着几分厌世的疏离 我看着她胸前不小心蹭上了口红印 一下子红了脸 忙不迭地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太着急 没看清 那是一件戴米色的丝制衬衫 一看就很贵 不是我能负担的价钱 没事 男人看了我一眼 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我看着那处明显的污渍 心里过意不去 不然你给我个电话 我写好给你送回来 天边乌云密布 说话间大雨倾盆而下 与此同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小小挨压一声安保 我这边雨大的要吓死人了 前面还出了车祸 不知道要赌多久 看来今天不宜逛街 要不改天 我飞快接话 在小小夸张的亲心中挂断了电话 雨越下越大 身边等雨的路人也越来越多 我被迫站在他的身旁 脚趾快抠出一间三十一厅 手机给我 无边沉默中 男人突然开口 修长的手指伸在半空 我愣了一瞬才反应过来 呕了一声 赶忙递上手机 他手指飞快按了一通 不一会儿 一阵陌生的铃声响起 好了 他还给我自顾自地转身走进商场 走了两步又转过身 愣着干嘛 跟上我茫然往前走了几步 他点点头 又重新转身向前 通话列表里多了一个名字 我意不意趋地跟着他 心中默念 江玉成 原来他叫江玉成 江玉成是去买衣服的 也对 总不能让他光着上半身回去 想到这我心里一阵酥麻 还来不及暗骂自己 心思龌龊 就砰了一下 额头又撞到他的后背 小姑娘 麻烦你走路时 目光发散一下 可以吗 江玉成闭了闭眼 忽然伸手探向我的额头 脸怎么这么红 我吓了一跳 连忙后退 没有没有 对不起 江玉成嘴角微微上翘 对我扬了扬下巴 到了 我抬头看向他身后的门店 是我不认识的品牌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很昂贵 导购热情地把江玉成迎了进去 言谈中可以看出他是这里的常客 他随手接过导购推荐的几件衣服 将我按在沙发上坐好 在这等我 我有点局促地点点头 小心翼翼地盯着地面 一进门就感觉到店里的人都在打量我 大概是因为从没见过像我这么寒碜的顾客吧 江玉成换了一身墨绿色的衬衫 从试衣间出来时 店员和顾客都在看他 有人巧声吸了口气 看他的眼神如同见到明星怎么样 眼前出现一双棕色皮鞋 我顿了一秒才意识到是在问我挺好 我只抬头看了一眼 便不敢再看他太耀眼 不管穿什么衣服 只要站在那里就能吸引全场的目光 嗯 麻烦把镖剪了 再把这件包起来 谢谢 他似乎也不怎么在乎我的意见 随手把换下来的就衬衫递给倒垢 完成这一切后 他转身走向收银台 我继续在沙发上当驼鸟 过了好一会儿还不见他回来 我抬起头悄悄朝他的方向望了望 这才发现江玉成眉头紧皱 脸上是与气质不太相符的尴尬 收银台上摊着几张卡 他低头翻了翻 又抽出一张试试 这个 收银小姐双手接过卡片 过了几秒钟 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 江玉成不说话了 我意识到什么 心里没来由地发慌 果然 下一秒 他转过身 对我招了招手 那件衬衫花了我一个学期的家教费 没办法 江玉成和收银小姐一同时看我设恐的毛病就犯了 只能硬着头皮递上自己的银行卡 从店里出来后 江玉成显得有些不自在 放心 回到家我就把钱还你 我点点头 倒也没多想像他这样的公子哥 想必买件衣服的钱还是有的 谁想到 直到我把他的衬衫洗好晾干 又仔仔细细地熨烫两遍 江玉成也没还钱 小小 见我整日抱着手机 又如真似宝地对待一件男士衬衫 笑得一脸八卦 哟 我们安保总算开窍开始谈恋爱了 让我瞧瞧是哪家的公子呀 说着 他笑嘻嘻地把头凑过来 我来不及收回手机 正定格在那日的通话界面 江玉成 那个江家二公子江玉成 小小发出一声尖叫 我第一个乖乖宝贝 你胆子真大 在小小生情并茂的讲述中 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自己惹了个什么样的主 京城江家 堪称大老中的大老 虽财力不及首富 但势力盘根错节 据说祖上还有红色背景 江玉成原本有个姐姐 为了家族利益与相爱之人分开 却死于生产时的羊水拴涩 姐姐去世后 江玉成变相变了的人 公司和家族事物一概不管 是京城富二代中有名的浪荡子 虽是江家二公子 可圈里人都知道江老爷子的私生子不止一个 江玉成定非他最欣赏的儿子 我可听说他最近惹的老爷子很不开心 放话出去要将他扫地出门 小小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负在我耳边敲声道 眼下江玉成的资产搞不好都被冻结了 跟着他不划算那姐妹 我眼前一黑 所以那天在商场他才会找我借钱 原来是银行卡失效了 那他拿什么还钱呢 我说安保 你不会真喜欢上那个二十祖了吧 小小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听我的 他现在就是个一穷二白的小白脸 你仰不起的 我和江玉成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 大概是不久之后的某个夜晚 我偶然从京城最大的酒吧门前路过 见到他孤零零地站在人群对面 默默承受着白眼与嘲讽 不过是一个靠老子的废物 没了家族撑腰 你什么都不是 为首的是一名二十出头的小年轻 姿态跋扈地叫嚣 身后众人发出夸张的大笑 不是想借钱吗 叫声爷爷让我听听 兴许小爷我高兴了 还能赏你点 江玉成薄唇紧敏 昔日就要凌厉的眼神带着淡淡嘲讽与落寞 他轻笑一声 转身离去 别走不是没钱吗 难不成今晚睡大街 小年轻还在不闲事 大帝笑骂着 我深吸一口气 大步走到江玉成身旁 见到我 他愣了愣 似乎一时没想起我是谁 我拿出手机 拨出那个早已烂熟于新的号码 屏幕亮起 我看到他给我的备注是 债主小姐 是你 我没理会他眼中的错愕 一把抓起他的手 远离身后落井下石的人群 你需要多少钱 身后的人静了静 我回头看他 想了想到 我这个月的家教费马上可以领了 一共三千八百 可以分你一半 见他还是不说话 我咬咬牙 一跺脚 这样吧 分你三千 我还有打工的 工资够花 我不要你的钱 江玉成终于开口 语气说不上来的别扭 那你晚上住哪 我叹了口气 这么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难不成真让他去睡大街吗 终究是于心不忍 把他带到学校附近的酒店 开了一间房 半旅完入住手续 我看了看时间 离宿舍关门还有一段时间 便又拉着江玉成 去附近的小摊 买了两张煎饼果子 小摊夜晚的客人不多 老板娘十分热情 一直夸她长得帅 还多送了两个肩蛋 临走时 江玉成拍了拍我的肩膀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一拍脑门 这才想起自我介绍 我叫安锦 安心的安 木锦花的锦 江玉成缓缓重复了一遍 笔直的纯线第一次微微上扬 谢谢你 安锦 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江玉成换我时的语调有种别样的韵味 只可惜除了浅犬时分 她已经很少叫我的名字 那天回去我罕见地发了脾气 因为她当着我的面抱了别的女人 心仪怀孕了 万一摔倒怎么办 江玉成醋眉 你什么时候这么小心眼了 我看着她忽然失笑 原来在她眼中 我的吃醋与在意只配得上一句小心眼 就像她这几年来周旋于各色美女之间 我也只能假装无所谓 听着她语气淡淡地同我解释 生意所需 不过是逢场作戏 这么多年 我公开承认的女人 只有你一个 安锦 你该知足 她还是那样 即便换我的全民 也不生硬 听起来有种莫名的柔情 可这一次 我忽然觉得 也许我们就到这儿了 相伴五年 我陪她吃尽生活的苦 陪她一步一步不靠家族 单枪皮马 闯出如今的地位 当热恋的潮汐逐渐退去 剩下的便是对家庭的期盼 我的双亲早早去世 从小在舅舅家长大 最懂得寄人篱下的滋味 江玉成自然知道 我有多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可她迟迟不提 我便也心甘情愿陪着她耗尽五年青春 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可我不知道还要等多少个五年 这种看不到尽头的期盼 终究还是一点一点耗尽 我抬起头 对上她略显责备的眼神 轻轻开口 江玉成 我们算了吧 五年前 我也是如此拒绝了她的表白 江家已经放话给她 只要江玉成愿意回去继承家业 按照江老夫妇的意愿完成联姻之前种种既往不救 否则江家会把她从族谱中除名 定则继承人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 理应去过属于她的人生 我们两个不过是误打误撞的一段偶然罢了 江玉成 别傻 只要你肯回去 一切都没有改变 彼时 江玉成眼中的炙热滚烫的快要将我融化 他低头握住我的肩膀 一字一句坚定开口 我不会像姐姐一样 一辈子做江家的傀儡 安谨 我这辈子非你不娶 京城的冬天 风雪染冰霜 吐一口气都能雾气腾腾 可是她落下的唇瓣却如燎原星火 烫得我失去理智 江玉成拒绝了江家最后的台阶 彻底与其切断了关系 我不敢问她是不是为了我害怕 是又害怕不适 只能静静陪着她 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建团队 拉客户 低三下四 受尽冷眼 在狭小简陋的出租屋挨过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 不得不承认 江玉成具有极强的商业嗅觉 没有了曾经的家族资源加持 他当机立断 放弃传统行业 转型新媒体 在大多数人都不看好直播时 他早早入局 顶着冷嘲热讽 去做别人眼中有失身份的小本生意 从一开始的无人问津 一步一步发展壮大 成为旗下拥有数百名大咖主播的行业领袖 这条路 他只走了不到三年 我们两人也从破旧的出租屋搬到八百坪的独栋别墅 昔日瞧不起他的所有人 在见面时都不得不对他躬身行礼 谦卑地唤一声小江总 可我还是最怀念初遇那年 与我在路边小滩路串喝啤酒的江玉成 那时的我们一无所有 却拥有世间最纯粹的快乐 那天过后 我找来家政和搬家公司 清空了别墅内的所有个人物品 这一次 江玉成没有像五年前那样赤诚热烈地挽留我 他忙着拓展公司新的业务渠道 约见的客户一个接着一个 日程表牌得满满当当 唯独没有时间停下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关系 我买了最近一班去巴黎的机票 轻装减刑地离开 高考那年 我以高分进入师范院校 只是为了不再花舅舅妈的钱 但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建筑设计和家装 这次去巴黎 我专门报了一个建筑美学研修班 打算圆自己的一个心愿 这几年 我利用碎片时间写影评 做自媒体 在网上积累了不少粉丝 日常约稿和广告费已经足够负担 我在巴黎的生活学习的日子枯燥又充实 相比于拼命打工赚钱的大学时光 这样专注的学习状态令我感到无比满足 闲暇之余 我常常去逛建筑展 在古老神奇的笋卯结构与创意非凡的现代设计中 陈最喜欢这个建筑 冷布丁身后传来一句好听的男生 因为对方说的中文 我很稀奇地回头 没想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沈却 国内新锐建筑师 三十出头的年纪 已经是各大设计奖项的常驻嘉宾 能在这里见到他 我有些意外 更多的是惊喜 沈老师你好 我朝他恭敬地恭了恭身 这座道观的设计达破常规 从上府看 好像一只张开羽翼的大鸟 让人眼前一亮 眼见沈却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深 我心虚地压低声音 不知是不是这番贸然点评 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说得很好 不用紧张 沈却赞许地点点头 我画手稿时的灵感 就来自于彭鸟的羽翼 听他这么一说 我才如梦初醒 弯腰去看旁边那一行小字 这才发现 原来这件展品的设计者 就是沈却本人 不好意思 沈老师 我刚刚班门弄斧了 脸颊微微升温 我尴尬不已 只希望能快点离开 我倒不这么认为 沈却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 你有一双灵性的眼睛 这很难得 他抬起手 邀请我去旁边的休息区聊聊 我得了表扬 有些小雀跃 只犹豫了一秒 就大放映下 也就没有过多注意 有人悄悄对着我俩按下快门 那天之后 我和沈却互留了联系方式 他惊讶于 我对建筑美学的领悟 言谈之间不吝赞美 你真是刚入门 沈却双手交叉撑着下巴 好看的眉毛高高挑起 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 抿嘴笑了一下 沈老师 您就别夸我了 容易当真 当真就当真 我沈却不会看错人 他声音充满雌性 看人时眼神专注坦荡 却无端让我心头一跳 回到家 我放下背包 打算重温一遍今天的课程 意外在书里 发现一张手写字条 字迹洒脱印了 扫梅才子之多少 管领春风 总不如加油安锦小姐 沈却仔细回忆一番 大概是趁我去洗手间时放进去的 搞艺术的人都这么文艺吗 我收起字条也没多想 只当今日的见面是一个小插曲 睡前刷微博时 无意间看到一个热搜 沈却千年 铁树开了花 点进去一看 是他今天发了条微博 向聊甚欢 简简单单四个字 配图是两杯咖啡 评论区有人眼尖 发现对面有个女士背包 沈老师有情况 我看看照片角落里露出的半个包包 又回头看看被我放在桌上的背包 再仔细对比了图片细节 确定照片里就是今天下午 我们两人聊天时的那个场景 不禁服而苦笑 当代网友真是火眼金睛爱联想 芝麻利大典的小事都能引申出各种深意来 不过 沈却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能在微博拥有如此高的粉丝和关注度 倒是令我很是意外 我摇摇头 继续滑着手机 一条实时快讯弹出 标题依然与沈却有关 罕见同框 知名建筑设计师与女性友人相约看展 我直觉不对 点开一看 果然是我俩交谈时的照片 拍摄位置离得很远 但我还是一眼认出自己的侧脸 大致扫了一遍文章 还没来得及 细想这是怎么回事 内容忽然不见了 我盯着手机连连感叹 知名设计师待遇就是不一样 看来还有一个公关团队专门负责他的形象维护 刚刚还悬着的心放松下来 我揉揉眼睛抬手关了床头灯 既然文章已删 想必这点小水花也就此淹没了 一夜无梦 第二天我照常去研修班上课 按照课表 今天是一期大咖讲座 不知是不是我多想 原本小透明待遇的我 似乎忽然变得瞩目起来 同桌是个名叫安妮的法国女孩 漂亮得像洋娃娃 见我走过来 立即两眼放光地凑近 笑着跟我打招呼 竟然用法语换我 沈夫人 我疑惑 指着自己的鼻子 你叫我什么 安妮一脸神秘地点点头 食指底唇虚了一声 解释说 没事的 会替我保守秘密 我一时哭笑不得 不过一晚 对于我和沈雀关系的猜测 居然已经在夜内发酵到这个地步 也难怪沈雀单身多年 身边女性除了亲戚就是同事 还是头一次和人传绯闻 我连连白手否认 忽然听到全班发出兴奋的启哄声 安妮欢快地吹了个口哨 带头鼓起掌来 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不会这样巧吧 我转头看去 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 一身休闲服 嘴角含笑 气质干净地 像个男大学生 果然是沈雀 见到他 我反倒输了口气 来了 正好借此机会打破谣言 还我们两人一身清白 自由提问环节 果然有学生按捺不住八卦之魂 迫不及待地问道 请问沈老师进来 是否有什么喜事呢 说完 许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 我低着头 尴尬得连眼皮都不敢抬 如盲在背 如坐针毡 如梗在吼 要说喜事 还真有意见 讲台上 审阙的声音带着些许笑意 慢悠悠地答道 哗的一声 全般沸腾了 是个人感情有进展了吗 另一个同学高声道 引来一片友好的笑声 心跳得很快 脸颊也热热的 这种古早言情的剧情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等待回答的过程中 时间忽然变得无比漫长 我实在不知沈雀怎么想的 抬头看去 正正撞上她的视线 那天 沈雀用一句秘密 终结了这场热烈的讨论 我一阵无语 下课之后匆匆离去 一路走去 余光感受到四面八方的打量和私语 只觉一个头两个大 好不容易坐到车里 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 我低头一看 有点小意外 江玉成终于愿意为了我 从繁忙的工作中片刻抽身 说来也怪 这段时日我也不怎么能想起她来 冷不丁一出现 本就有些烦躁的情绪到涌出几分莫名的脑溢 我按下 皆听见不吭声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江玉成语气温柔自然 对我的不告而别 视而不见 不回来了 我没忍住 还是故意呛了一句 变化那头沉默片刻 在开口时多了几分不悦 因为审阙 你该知道 她这个人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老实 江玉成的语气沉下来 等忙完这段时间 你想去哪我都陪你 因她这句 我又无端生出丝丝绵密的委屈来 这句话你说了多少年了 对不起 安安 只要你回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江玉成罕见的急切 让我意识到 她确实将沈雀看作一个强有力的威胁 他们少时同在一个圈子里长大 算是发小 关系却着实说不上友好 沈雀温文尔雅 充满艺术想象力 而江玉成是个实打实的理科直男 两人无论形象气质 还是处事态度 都截然不同 他们俩这层关系我很早便知道 只是审阅近几年多在国外不了解我的身份罢了 什么都答应吗 我笑笑 江玉成 你可要说话算话呀 你知道的 除了婚姻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她终于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我深吸一口气 故作轻松 放心 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欢迎现场观礼哦 说完我挂断电话 驱车离开 任凭手机疯狂响起 也没理会 没什么的 无非捅破了一层双方心知肚明的窗户纸 我没有说 这段时间 许欣怡一直在暗戳戳地挑衅我 不是朋友圈晒图 仅我可见 就是在微博阴阳怪气 甚至有一次发给我江玉成陪她产检的照片 几分钟后 又故作抱歉地对我说 发错了 五年来 像她这样的女人我实在见过太多 我原以为许欣怡会是不同的 然而事实证明她并不高明 何况我并不想同她相争 之所以没跟她提 因为我清楚这些把戏 江玉成也同样看得明白 看得出来她在装傻 只是没想到事到如今 我连吵架都失了兴致 与审阙的绯闻还在发酵 尽管热搜已经被撤 可业内仍有不少同行等待吃瓜 早点解释清楚 不就没事了 塞纳河岸 我抬手扶去额前的碎法 看向一旁的沈雀 她穿着白衬衫 袖口半晚 文言弯唇一笑 落日余晖流过她侧脸的轮廓 像一幅游墨未干的画作 你怎么不解释 我费解 我一个素人姐不解释 有什么力度哦 她背靠栏杆歪头看我 语气略有遗憾 我还以为你也很开心 我盯着她看了半晌 确定刚刚没有听错 沈老师 我们才刚认识不久很久了 沈雀摇摇头 看我的目光深邃而幽远 安安 我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在沈雀的讲述中 我拼凑出一个不算完整的故事 很多年前 江玉成刚涉足直播领域不久 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 将刚完成选品的我俩拦在半路 拉货的车子进水了 无奈之下 我和江玉成冲进旁边的建筑工地 碧玉 我今天才知道 那座刚刚落成的建筑是沈雀设计施工的购物中心 那天刚好是她过来验收的日子 早就听说玉成身边有一位女孩 不仅人长得美 干起活来比男人还卖力 沈雀笑笑 明明你自己都已经湿透 却还在关心她冷不冷 把外套凝干了 披在她身上 说不上为什么 就忽然很嫉妒她 我证然 脑海中渐渐记起那日的片段 她生病的话会影响工作进程 我缓缓道 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解释 沈雀挑眉 难道你病了她就不会停下工作来照顾你吗 我愣住 她不会三个字生生梗在喉咙 这么简单的道理 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 陪江玉成创业的那些年 几乎每次生病都是我自己把自己治好的 从开始的一个人休息在家 到一个人去医院完成问诊 买药挂水所有事宜 到后来实在是怕了医院的折腾 干脆在家备了大把的常用药 只要没有生命危险 统统硬扛 江玉成偶尔会回来照顾我 只是公司事务缠身 待不了片刻便要离开 偶尔有几次待得久了 还要被我念叨着小心传染 强行将它推开 心里不是没有委屈 只是那个时候总觉得我们之间就该如此相处 她是江玉成 有显赫的家事 出众的才华 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不该像情窦初开的矛头小子一样 一门心思地扑在爱情里 不知不觉 我可以独自完成许多事情 高烧四十度 也能给自己烧好热水 再备好湿毛巾和温度计 那时的我 只要想到江玉成 再难受 也能笑得出来 他的事业已经步入正轨 日子马上就要好起来了 我要陪着江玉成一起证明给别人看 不被看好的江家二少是有些真本事在身上的 只要他能发光 别说生病 再大的委屈我都厌得下 暗暗 你想过没有 审阙的声音穿过记忆将我换回 两个人在一起 该互相成全 而非燃烧一人 去助力另一人的光芒 她江玉成配不上 你这样的好女孩 风有些大 我被沙子迷了眼 原来他们这些生来高贵的孩子 并不是人人都习惯了他人的付出 原来我自欺欺人厌下的委屈 有人看得见 那天过后 我和沈确很久都没有联系 倒是江玉成时不时给我打个电话 我不接 就改为给我发微信 你不在 我最近的运气都变差了 好几个投资人向我问起你 只肯签你的单子 张嫂和李嫂也离职了 家里现在冷冰冰的 下班了都不想回去 暗暗 我想你了 这些留言我统统没有回复 相爱五年 我太了解她的心思 无非是想软硬兼施地哄我回去 只是这一次我不想再迁就了 再见到沈确 是在最新一届国际设计大赛的颁奖现场 她邀请我做她的女伴 如果这次能获奖 希望第一个祝福我的人是你 我没有拒绝 一同献身会场时 嘉宾席间窃窃私语 有闪光灯对着我们不断亮起 这就是拿下沈确的那个女孩 果然漂亮 沈确见过的美女还少吗 我猜她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着成双成对的样子 搞不好是将见 臭小子可快娶媳妇 这份子钱欠了她多少年了 颁奖现场流程繁多 直到最具分量的设计金奖名单集奖揭晓 昏昏欲睡的众人才总算擦亮了眼 如我所盼 颁奖嘉宾大声爆出了沈确的名字 第一次亲眼参加如此重量级的颁奖典礼 我的掌心都要拍红了 沈确从容起身 与周围有人一一拥抱 然后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被她牢牢圈入怀中 谢谢你 我的福星 她微微侧头 吐出的气息吹热了我的耳根 然后从容上台 在交织的掌声与音乐中 接过了那枚沉甸甸的奖杯 颁完大奖 很快进入到最后的采访环节 沈确作为今晚最大的赢家 刚一露面就被长枪短炮层层包围 被问及最多的除了获奖感言 就是与我的关系 沈确老师 能不能告诉大家 最近频频与您一同现身的这位小姐 是您什么人呢 是啊 沈老师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 原本我躲在一旁的角落等她 没想到沈确微微一笑 同记者做了个稍等的手势 转身向我走来 这和我们之前说的不一样 那么多镜头对着我们 我极力压下内心的震惊 眼睁睁看她与我食指向我 这位是我打算娶回家的人 记者沸腾了 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请问沈确老师和夫人是否好事将近 沈确面上笑意不减 欢迎大家来喝喜酒 我文言抬头对上她深情款款的眼神 咔嚓咔嚓 闪光灯的声音此起彼伏 可以预料 这个第一手爆料 将比沈确得奖的消息更加重头 只是不是说好 我们配合演戏 各取所需 沈老师怎么还带擅自加戏呢 离开会场 我第一时间真诚发问 实在想不通她 为什么要把事情闹这么大 道歉没有事先征得你的同意 沈确面露歉意 当时情绪有些上头 一时冲动了 她知不知道这么一冲动 得给自己惹来多大的麻烦 面对我的焦虑 沈确笑而不语 倒显得很是轻松 放心 我不是明星 谈个恋爱而已 不至于掀起多大的水花 有些是不推一把不行 沈确想要推波助澜什么 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 她把江玉成给推来了 总是忙得见首不见尾的小江总 隔天晚上就出现在我家楼下 她瘦了一圈 下巴周围有微轻的胡茶 一见到我 立刻起身迎来 嗯 她定定站在我身前 高大的身影 将我整个人覆盖 本以为再见到她会有许多的委屈与苦水 意外的是 真到了这个时刻 我心里竟然掀不起一丝波澜 你怎么来了 江玉成眼里满是血丝 她疲惫地想要过来拉我的手 跟我回家 求你 那是你家 不是我的 我摇摇头 后退一步 江玉成文言愣住 脸上呈现出我没见过的脆弱 我父母不关他们的事 江玉成 是我看错了人 我打断她 一字一句 你出身豪门 联姻是既定的命运 当初是你坚定地对我说 绝不会像你姐姐一样成为家族的牺牲品 我以为你想与我共度一生 我想的 我一直这么想 这么多年 我只爱你一个 江玉成急切地解释 我只是不想你与他们有接触 想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你 保护我 笑起来 原来只有心思才能看清深情背后的谎言 你所谓的保护就是让我无名无分 白白在身边待了五年 小江总 哪怕你对我的心思有对客户那么多 我们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说完这句 江玉成脸色刷得惨白 我以为你会永远陪着我 你说过会永远陪着我的 他掰过我的肩膀 强迫我看着他的眼睛 那个审阙在利用你 他只是想抢走属于我的东西 暗暗 江玉成 我正开他的禁锢 掏出手机 把许欣怡发给我的信息一条一条翻给他看 你我都是自由身 连法律都约束不了 又凭什么以为我会永远任劳任怨地陪着你 欣怡她刚回国 我只是顺手帮忙 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不重要了 我深吸一口气 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注定要回到各自的轨道 公司事务 我会逐一交接处理 请你看在过往情分上 给彼此一点体面吧 说完 我笑着对他挥挥手 祝你好运了 小江总 我们后会无期 那一晚 江玉成在我家楼下坐了一夜 第二天出门时 地上放着一支口红 也许他在用这种方式怀念我们的相遇 我弯腰把口红握在手里 目不斜视地丢到电梯口的垃圾桶 有片方找我约影评 若是能谈下这个长期合作 我的身价也能水涨船高 金钱比爱情实在得多 江玉成曾问我的名字有何寓意 其实那时我也不懂 直到有天 我偶然看到一段文字 木槿花召开 木洛仍然坚持着每天绽放 他被看作新生的象征 代表永恒的美丽与温柔的坚守 也许 这便是父母对我的期盼 从前虽念旧 余生不回头 翻外衣 近来豪门圈里流传着一则八卦 向来骄傲的小江总去了一趟巴黎 回来后就变得一蹶不振 公司事务堆积成山 他竟然不闻不问 独自开车去什么自驾游 江夫人为此愁白了头发 几次在人前是太落泪 这个逆子从小到大没一天让人省心过 老江总虽然总是沉默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也在牵挂这个儿子 原本当初放话出去与他断绝关系 就是打算考验他 现在江玉成证明了自己出众的能力 他本打算再过几年就把公司全权交给他打理 谁想到冷不丁地又搞这么一出 那个安锦到底什么来头 江家别墅里 老江总放下手机 沉声问道 江夫人叹了口气 端起茶杯 一个普通女孩而已 连个娘家都没有 听说是被舅舅妈养大的 这样的出身能有什么教养 老江总重重一哼 欲成这孩子打小就单纯 肯定是被他的手段给骗了 断了也好 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想明白了 自然会回来 乖乖听话 江夫人看着丈夫笃定的样子 终究只是张了张口 他二十二岁嫁进江家 二十三岁生下江婉 二十五岁生下江玉成 此后数年都在忙着拔除围在丈夫身边的女人们 可即便如此 他仍阻挡不了那些孩子的出生 江婉出嫁前 曾红着眼问他爱不爱父亲 他愣住 爱这个字眼滑到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终究还是拍着女儿的手背轻声劝慰 你生在豪门 出生就站在别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 这场婚姻就当作是你要付出的代价吧 可他想不通 江婉明明已经屈服了命运 为什么老天还是这么残忍 连同他那位出世的孙女一起夺走 他一生遵循豪门贵妇该有的样子 尊贵优雅 从容大度 最大程度修炼自己的情绪 可到头来 这样的牺牲究竟换来了什么 那个安锦 他早早就派人调查过 是个身世清白的好姑娘 所以他多次在老江总想要从中作梗时 劝阻为江玉成求情 儿子还年轻 等他再长大一些 自然会懂得其中厉害 你又何必拔苗助长呢 只是他没想到 这么一拖 就拖了整整五年 听到他们分手的消息时 江夫人松了口气 却又说不清为何 总觉得怅然若失 也许他们都没有安锦 勇敢用青春 陪伴一个人的成长 有亲手斩断无解情思 他读过他写的影评 文词干净 思想深刻 安锦这丫头 远比他想象的 更有才华 电话里 片方负责人讲述了与安锦签约的场景 连连感谢他的推举 为公司挖掘了一名有才华 有比例的内容创作者 江夫人只是笑笑 提醒对方保密 江家亏欠这个孩子的 他永远弥补不了 但是作为秦秋月 他还是想为安锦做点什么 番外二 今年巴黎的圣诞节比以往要暖一些 我穿着泥子大衣走在香榭丽社大道 街灯渐次亮起 广场中央巨大的圣诞树像一座华丽的灯塔 指引行人陷入一场童话 年轻男女的欢笑此起彼伏 整座城市热辣的 好像一锅麻辣火锅 想到火锅 我拉拉身边人的毛衣外套 我想吃火锅 好 沈却点点头 那等会去超市买点食材 去你家 还是我家 你家吧 你家餐厅大型 沈却弯起唇角 肩膀始终与我保持一点空隙 相识两年 他一直很有分寸 即便我几次拒绝了他的表白 依然会笑着敲响我的家门 给我带来各种各样好吃好玩的小玩意儿 他最近接了京城的一个项目 为一个高档小区设计配套的休闲公园 过完圣诞就要忙起来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回国出差 我想了想 摇摇头 国内太冷了 我更喜欢巴黎的气候 沈却文言耸耸间 又不是南北半球 哪有那么大的温差 我洋装生气 抬起手来 沈却配合得一缩脖子 女侠饶命 晓得知错了 我看着他嬉皮笑脸的模样 忽然有些恍惚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俩都变得开朗了 他的设计风格更加活泼 我笔下的文字也渐渐磨平犀利的棱角 变得温柔而有力量 对了 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 沈却有些犹豫 遇成他生病了 嗯 肺上长了个肿瘤 我平静道 你知道了 他诧异挑眉 又垂下眼 听说他坚持不肯回江家 也不肯接受治疗 要不要跟我回去看看他 最后这句他问得犹豫 声音越来越小 当然不 我摇摇头 我回去不太合适 有风吹过 我拢了拢大衣 以为要变天了 一个小女孩牵着气球跑过 咯咯咯地笑着 我受到感染 嘴角不自觉地勾起 哎 那个姓许的女人 真是个狠角色 骗她怀孕博取同情 被拆穿后 又哭着求她娶自己 现在育成得病了 她第一时间跑得远远的 沈却挺了挺胸膛 难得同我聊几句八卦 边说边摇头 不过江老夫妇已经下令 全行业封杀她 别说得到什么好处了 估计连她现有的也要夺走 我听完也只淡淡一笑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人生在世 谁都不无辜 超市里 我单手扶住沈却手里的购物车 指了指旁边的酒品区 沈却 我们今晚喝红酒吧 不是戒酒了吗 怎么突然想喝 我抿起嘴唇 点脚附在她耳畔说了句悄悄话 一时间 向来沉稳冷静的沈设计师眼底闪过种种起伏的情绪 她深呼吸了好几下 才假装平静地点点头 都听你的 我轻轻笑开 把手伸进她的臂弯 幸得时清桃花面 从此千莫多暖春 老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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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